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挥重要作用的月表彩样装置 是由一位香港科学家带领的团队研发的 谈及过去一周的经历 香港理工大学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 精密工程讲座教授容启亮仍难掩激动 从2011年开始 他就带领团队投身表曲采样执行装置的研发当中 作为40多年来 人类首个在月球表面采集样本的探测器 嫦娥五号此次的核心任务 就是在月表进行全自动采样 并将两公斤的月球样本带回地球 谈及研发过程所遇到的挑战 荣启亮说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探测器载荷重量有限 如何将装置的重量控制在最低水平 又能保证各部件正常运转 顺利完成样本采集工作 荣启亮和团队不断尝试精益求精 脱部大概是两感五公斤左右 当时我们已经上最轻的设计了 但是最后我们就想 可不可以再轻一点呢 不只是要轻一点 就是将所有的运动还有设计 让它简单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子有齐轮呢 我们的想法就是整体的设计 就是让品管不是一个獨立体 它也是整个系统 中间一个部件 所以它就融合在整个机械的接口里面 所以这样子才可以再将重量减低 经过一次次的实验 最终初级封装系统的重量被缩减至1.5公斤 虽重量大大降低 但其中却不乏精巧的创新设计与将性 在起飞的时候 它就将央品棍锁紧在上面 着落之后 它就将它那个棍盖打开 移走 然后将那个落导放到下面 放样之后就会挂样 将多余的央品挂着 然后封关将那个央品棍 从上面这个主体分离 你看到这个是很多升降 转动 但是整个仪器只有两个马达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复杂的运动 都是需要在1.5公斤内完成 除封装系统外 采样装置还包含两台配有近摄像机的采样器 整体装置由超过400件弓箭组成 以钛合金、铝合金及不锈钢等材料制造 减低重量的同时坚硬耐磨 能抵受严峻复杂的太空环境 多年来 荣启亮数次参与航天任务 作为中国航天的老将 荣启亮也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中国的航天事业基本上是很稳健的一步一步象征 中国的航天事业不系统哪一个国家去行政 它的稳步成长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目就是 它拉动很多我国的产品的创新 还有就是机械的发展 也能够拉动我们产品的品质的提升 使到我们的产品在国际上更进一步 荣启亮说 在不久的将来 这套采样装置还将应用于嫦娥六号探月任务 它和团队也将再接再厉 不断完善提高 继续为中国的探月之路 天专家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